台北市长蒋湾已与里长们握手致意 上任后第一次到内湖区与里长们面对面座谈 蒋湾有备而来 包括交通改善 设载新建 台美国小征班等 希望听取每位里长意见 充分沟通具体回应 让很多年为解决的问题仍往前推进 不管是需要修改 这次调节也好 修改我们的消防规则 或者是需要规刊 我们都会积极地来面对 来进去 我想内部面对很多的挑战 没有各项的问题 但是市府团队上任之后 我们秉持着就是面对问题 我们解决问题 其中里长提到最多的就是道路开辟征收问题 希望透过这一次座谈 能获得市长重视及才是 各里长的提案应该是 有的已经延绕很多年 然后也可能因为征收的费用的问题 所以算是比较大的案子 大家真的也是在期待说市长来座谈 他们能够把这个案子重提出来 让市长来裁定 包括协助帮忙的部分 那交通的部分当然各里的部分 有一些通道 有受到一些还未征收 还未开辟的影响 也影响到一些内湖区的交通 那当然里长在这个区块也希望说 市长能够重视这个部分 来帮忙解决 向保湖里长邱显松 就连续好几年提案 希望打通里内民权东路六段 180项42楼末段 以疏解当地交通 如果说它使用市区块也做好 我再参加说话的话 这条道路 也就没有社会怎么样 对不对 短短的 短短的期公尺 那会什么 这个正常期化道路 都会影响 影响所有 目前 这个短物理也好 对此短短坦言 目前面临的问题 是土地取得成本高 以及道路开辟征收程序 像保湖里的道路开通案 短短几百公尺的距离 土地征收就要四一七千多万 它已经要求北市府相关局处 精进作为提升效率 包括比如石油的年限 第二点 是否开辟 如果已经开辟 但还没有征收 我们把它排去容积 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 第二 其实现在很多时候 我们通知地主 他其实不知道 有另外多元的方式 比如说 可以透过容积遗转 或者是容积 代金来标购 公保地的方式 其实就可以减轻市府的负担 另外对于有里长建议 重建港前桥 蒋湾也承诺 会积极了解 整体评估 110年就有做了可行性的评估 那我在前天也特别 跟交通局再次的了解 当然在施工上面 我们必须有一些 要克服的困难 但是我们会积极的 来了解跟整体的评估 我想最重要的目标 是希望解决里长们 关心内部交通的问题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从一上任之后 就积极的到现场 不管是进行会看 实地的了解 我想里长的意见都很重要 我们都会来参考 记者张琪辰 台北报道